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上次我們講到怎麼樣去管理你的名片 重點就是怎麼樣讓你的名片可以 先設定一下我家的地址 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要講的就是先承襲上次講的名片管理的方式 那名片呢,我們拿回家之後 並不是把它捆一捆放旁邊 或是把它塞到名片布裡面就算了 這樣的管理方式呢,會很浪費你當初去跟人家交換的那些時間 那些,因為你這些都是成本啊 你去跟人家社交場的交換名片 你要開車去,你要騎車去,你要搭車去,那個都是成本 一趟來回都是幾十塊甚至幾百塊有可能嘛,對不對 看地點的遠近不同 那拿回來的名片,如果你可以好好的去應用的話呢 它會為你帶來很多生意喔 應該怎麼應用呢 昨天講到說,你拿回來的名片要用系統去跟對方聯繫 譬如說發電子郵件,發簡訊 甚至是用LINE的方式跟對方聯繫 但是呢,你沒有辦法去每天花這麼多時間去做這件工作 對不對?沒有辦法花那麼多時間做這件工作 可是呢,你要讓對方認識你喔 不是你去認識對方喔,是要讓對方認識你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重點啊 因為你今天如果對方不認識你,你怎麼跟他做生意也沒用啊 因為沒有新任關係嘛 那我們要靠系統去達成這個目的 這個系統呢,我們就把它稱為自動跟進系統 自動跟進系統 那怎麼自動跟進呢? 就是只要我拍了它的名片存檔之後 會自動上傳到雲端去 那雲端的這台主機呢,它會做一個工作 就是做排程發送信件或是排程發送簡訊這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呢,它是一種一勞永逸的工作 譬如說,你事先先設定好 我今年要發12封信件給對方 或者是12封解訊給對方 而且我設定好每隔30天發一封 好,一旦你設定好之後 事先要把這些內容先寫好 然後譬如說第一封是自我介紹信啊 第二封開始提供你的專業項目是什麼啊 然後第三封是一樣提供你的專業呈現啊 你會的東西啊,提供的是價值 對對方有幫助的資訊 那這樣子的話,對方才會了解你這一個人 甚至是帶一點你個人的色彩 個人的興趣 那這個呢,一方面提供你的專業項目 一方面提供你的個人自傳、個人興趣 他才會知道,你有這個專長可以幫助到他 然後另外一個是,你有某些興趣是跟他吻合的 所以人都是因為這樣子 如果說有某些興趣是吻合的 我們就會有話題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拉近彼此的距離 譬如說,剛好同一個學校,剛好同一個故鄉 剛好同一個老師,剛好在哪個地方曾經聚會過等等 剛好參加某一個相同的社團 這些都是拉近彼此關係的方法 但是拉近關係之外 你還要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你的專業是不是能夠提供給對方幫助 那你不可能說每一張名片 譬如說我拿回來的名片已經好幾千張了 你不可能跟每一個人去描述這些事情對不對 或者是每一個人都約出來見面吃飯 沒那麼多時間 我們必須要很大量的 我們講網路行銷就是要很大量的 把你的把你自己推銷給別人 把你自己推銷給別人 很大量的方式 但是又不要讓人家覺得很討厭 所以你推銷給別人的並不是你的產品 而是你的專業 還有你可以幫助到對方的地方是什麼 那透過電子郵件還有簡訊的方式 只要你事先設定好 我們就叫做一勞容易 之後呢 一旦設定完成之後 系統就會自動幫你排程發送 那你想想看喔 如果對方每個月都可以收到你的一封電子郵件 或是一封簡訊的話呢 他對你是不是就越來越熟悉 越來越認識了 我講一個以前的故事齁 在我以前第一次去某一家電腦公司 蠻大的電腦公司去當業務的時候 那時候主管請我們開發 陌生開發call out電話 一天要打80通電話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對我來講壓力很大 因為我不是很擅長天然地北聊天的那種人 所以你叫我打電話過去 我只能跟他講說 你好我是某某公司 某某電腦公司 我們提供ERP的需求啊 那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需求啊 就是那種人家聽了就很想掛我電話的那種開發方式 所以我那時候很痛苦 後來我改了一個方式 我跟他們講說 你好我是某某電腦公司 那貴公司的資訊單位啊 有在網路上 在我們網站上填寫了一個 索取贈品 索取贈品的一個網頁 那我要 我要把這個贈品的E-mail給你 因為那是一個軟體 我要E-mail給你們 那請你們提供那個 對方的資料給我 或是直接轉接給對方 請他提供E-mail給我 然後呢 我就蒐集這些電子郵件 那我就 每天喔 每天我就寫 上班日記 上班心得 我把當天上班的工作心得 我就寫一篇 大概一兩百字的內容 然後 就寄給對方 那大概過了幾個禮拜之後啊 就開始有人回信啊 說 你的上班心得好好玩喔 好有趣喔 然後我每一封信件的下面 都有放公司的Logo 還有公司提供的一些服務項目 那他們就會知道說 我是在哪家公司 然後我販售什麼樣的產品 提供什麼樣的服務 那藉由這樣子呢 跟他們長期的E-mail的聯繫 他們沒有回我信啊 好大部分人都沒有回啦 可是之後呢 我在打電話過去的時候 態度就不一樣了 他們會覺得 欸好像已經認識一段時間了 然後態度就變好很多這樣 那也有因為這樣子呢 就有客戶請我過去做產品的demo啊 展示 所以就得到一些不錯的生意 那這種方式這種開發方式呢 這個是在我十幾年前的時候 我那時候用Outlook就寄這樣子的信件 那時候給我一個很大的震撼 你知道嗎 就是原來我比較適合寫文章 然後跟對方溝通 我覺得我好像一個作家 你知道嗎 我沒有出書 可是我發電子郵件有讀者 那我就有一種作家的感覺 而且也不會 也不會 也不會感受到很強烈的那種 被排斥被抗拒 被拒絕的那種挫折 因為我很討厭那種 我相信不是不只是我啦 應該是當業務的人去陌生開發的時候 常常都遇到這種 這種被拒絕的挫折嘛 那對我來說 如果我有一個方法 可以去排除掉這種挫折 但是能夠達到我要目的 而且是可以非常大量的 讓更多的潛在客戶認識我的話 認識我的商品的話 那真是太棒了 所以在十幾年前呢 我就很善用電子郵件去做行銷 一直到現在喔 十幾年來 我不覺得電子郵件是個 我不覺得電子郵件是個不好聯絡客戶的東西耶 因為雖然有很多社群媒體出來啦 當然我們有些補強的東西 譬如說像現在的LINE啊 是可以補強電子郵件對方受不到的問題 但是一般來講比較正式的文件啊 電子郵件還是無法取代的 所以要做行銷的話 電子郵件 對方的手機簡訊 還有現在的LINE 這三種真的是缺一不可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樣子的雲端系統 你要去做這些行銷方式 其實是很困難的 你手上要有工具 公益上其實是必先利其器 有了這些工具的話呢 你才能夠如武天意 幫助你傳更多的訊息 讓更多的人認識你 靠系統來解決你 平常沒有辦法接觸到那麼多人的問題 來讓你事半功倍 如果想要做這些工具 請給予你 可以最詳益的方式 請到較多導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